咱们一个一个解读也行 富强有6亿人 有6亿人的年月收入才1090块钱 对吧 6亿人 民主 民主有吗 社会上的民主有吗 普遍的民主有吗 党内民主有吗 你不听话 你就是妄议中央 对吧 你就可能身败名裂 抓起来 对吧 如果是真民主 民主得有言论自由吧 那怎么任志强都抓起来了 那蔡霞呢 对不对 任志强已经经过了这个他离职的时候 退休的时候的这个审计 他没毛病 过了9年了 又把他抓了 判18年 蔡霞已经退休了 退休的时候 他没毛病 相当于一个合同 他履约了 履行了他的约定 他跟中央党校之间是一个合同关系 契约关系 这过了多少年了 我不知道蔡霞对他岁数啊 差不多也七八年十来年 现在把他退休费 退休待遇都取消了 这你属于毁约啊 你有契约精神吗 你说话算数吗 第三文明 这社会文明吗 现在 说老百姓不排队 老百姓为什么没有排队的习惯呢 这还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中梁不正倒下来吗 对不对啊 那么权力 权力是轮流作庄吗 是经过选举产生吗 你们坐在椅子上 你们的屁股就从来不抬起来了 这个叫文明吗 和谐 有和入口方为和 人皆能言方为邪 和谐社会你们实现了哪个了 自由 有自由吗 有拥护的自由 是吧 没有批评的自由 所以我就说啊 若批评不自由 则赞美无意义 对不对 平等 官本位的社会啊 这不昨天我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个 在首都机场 一个广东汇阳的市委书记 叫加三降落的时候 然后 塔台回答说 正部级可以加三 您还不够格 等级制的社会 官本位的社会 有平等吗 公正 很多案件的审理 大案 看政治 中案 看关系 小案 看法律 我也去法院打过好几次官司啊 小案子都不按法律 都胡来 法治 有法治吗 人治啊 爱国 爱国怎么这些官员都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境外 他们爱的是哪个国 他们爱的是人民币之国 他们爱的是钱 他们爱老百姓吗 什么叫国呀 人民才是国 人民才是国家 不是政党 不是政府 不是政权 不是党派 不是组织 不是机构 是人民 对不对啊 人民 人是万物之灵 你们对人民爱吗 你们爱人民吗 你们是怎么打人民的 强拆人民的房子 污染人民的土地 空气 水源 食品 对吧 敬业 这不都是混饭吃吗 我像我那客户 很多都是国家机关 好家伙 一到快退休了 好几个给升了调研员了 享受付出级待遇 他凭什么呀 他一管食堂的 对不对啊 你给他一正科级 就够可以的了 这不都是民脂民高吗 国库 什么叫国库 没有国库 那是老百姓的全民财富之库 对不对啊 诚信 中国人到处说瞎话 哪有诚信啊 对吗 都是满嘴的人意道德 一度的男道女昌 尤其是当官的 官越大越说瞎话 越不说人话 友善 现在中国人怒怒正 对吧 这个在路上为点什么事 就骂起来了 打起来了 老人倒了 没人服 那个小月月事件 广东那个小孩倒地下 被车压死 没人管 谁还敢管呀 是吧 南京彭宇案 天津的案件 你做好事 对吧 惹一身骚啊 这法律的公正性 怎么体现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什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不瞎扯吗 那个官越大 是吧 他越做不到 但是他让你做 让你做什么意思呢 他放开手脚 他获得了一切的行动自由 他把老百姓的手脚 连你的嘴 眼睛都给你堵上蒙上 束缚你的行动 拿你当傻逼玩 对吧